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地在基隆港海产楼举办基欧社工表扬 市长谢国良要展现亲和力 上台充当扯铃表演达人的助理 和台下社工们同乐外 更宣布三项社工待遇改善政策 力挺社工 我们要来抢这些任务 准备好了吗 市长谢国良开心地受邀上台充当魔幻扯铃表演达人的助理 抵抖的台下社工们响起热烈掌声 市长都上台了 卫生局长张贤正同样受邀上台当表演助理 也获得热烈的掌声 一 二 三 掌声鼓励 每年4月2号是社工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特立在基隆港海产楼餐厅 举办基优社工表扬活动 市长谢国良不但展现亲民的一面 上台充当扯铃表演达人的助理 和台下社工们同乐之外 更宣布包括补助基隆市社工师 加入社会工作师工会2000元长年会费 以及补助保护性社工夜间出勤 计程车车资和将报请行政院同意 由市政府自行编列 连续服务满5年以上的留任奖金 三项社工待遇改善政策 力挺社工 首先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社工朋友 都有加入工会 然后都有缴长年会费 一年2000块的部分 我想未来不论是公家的社工 或者是民间的社工 只要是在基隆市服务的社工朋友 这个长年会费 都会由基隆市政府全额的来吸收 先跟大家报告第一阵事 所以我在这边也宣布 只要是所有的社工朋友 在夜间出勤的时候 如果要搭乘计程车 政府会全额负担 时报时销 好不好 这是第二点来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 希望对于大家夜间出勤 能够一个鼓励 那第三点呢 也是我们目前在争取的 就是市政府愿意来负担这个经费 但是我们需要中央的核准 所以我刚刚也打电话给我们在地的林佩祥委员 未来呢 我们将市政府愿意在中央同意的情况下 提供九任的一个奖金 给我们的社工朋友 这个九任的奖金大约是 只要满五年 我们就提供五万块的九任奖金 只要满十年 我们就提供十万块的九任奖金 这样大家说好不好 好 希望能够有效地提升 大家在社工这个领域上面 长久服务下去的一个需求跟状况 苦难我们没有办法避免 但是只有爱 我们才能够让苦难受到安慰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都传达着 你的专业 你的耐心 你的爱心 你的智慧来把这份爱传递给每一个家庭 在这里再一次的感谢每一位社工 我要说我们社工的工作 没有比护理师 没有比物理治疗师 没有比医师简单 我们处理的问题其实非常的复杂 而隐形看不见 那个是生命 所以再一次的感谢每一位 以自己的生命 投入在另一个生命里面 让他们能够坚强战力 平安幸福 我有带允诺说我每一年都来参加 所以即便我刚去这个全国议长杯的网球赛 我也这个打完第二名就马上回来 打完第二名 我其实是为了社工 因为那个中午要颁奖 所以来不及再认真比赛 所以只好第二名 哈哈哈 我们很多社工 其实下班后 都还持续的来上班 下班时间以后 其实还在上班 因为有各种讯息 然后各种需要被关怀的这个朋友 然后我们其实根本 24小时是待命的一个工作 我想 呃 这跟政治人物的工作也有点像 不过大家比较辛苦 因为大家真的是付出非常多的时间 心理然后去关怀 然后未必可以被社会肯定 我想我们有这个责任 让大家知道社工是我们最辛苦的一个单位 那我想我们也会来努力来推动大家相关的一个制度的保障 然后也让大家社会可以来肯定大家 那我们也希望社会处 我相信社会处也可以做得很好 然后我们各单位大家共同来配合 刚刚市长也有这个云诺大家相关的一个政策资源 然后我们也会来协助大家 减轻大家的工作负担 然后我们的工作可以让大家来肯定大家 机优社工表扬活动分为活力新秀奖 服务机优奖和卓越领导奖 总共15位机优社工人员接受表扬 主办单位市政府社会处特地安排各单位得奖社工上台受奖 让身为社会安全网重要骨干的辛苦社工们共享荣耀 而府会两首长力挺社工的坚定态度 更让在场所有社工们倍感尊荣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最近来看金融的特色公车后车亭再增加一座 市政府特别携手台储公司任养位在郑兵路上的公车后车亭 并融入当地的人气景点郑兵渔港的色彩屋和美食特色 配上灯式设计当地的居民和游客都相当称赞 2 1 请点灯 大家看到没有这暖白色温暖的灯光 恭喜和平插头圆明会馆后车亭 正式任养取用 市政府携手台储公司任养的这座特色后车亭正式揭幕 缤纷的色彩加上灯式设计 让当地居民和游客相当赞赏 以前是暗暗的现在用的比较漂亮 比较漂亮的 天气更漂亮的 比较漂亮的 比较游客也更漂亮 我是在台北到这里 我本来是要看这个 但是看这个也是很漂亮 所以我也要拍照一下 今天是刚开始的 今天 以肉类加工品闻名的台序公司 这次特别和设计团队以热狗铺为发响 融入了基隆美食吉古拉 和正宾渔港色彩屋等设计元素 色彩缤纷搭配暖白色的照明 增添温暖的氛围 多位市议员到场参与活动相当肯定 正宾渔港有称为小威尼斯之称 而这种我们彩色屋彩绘之后 有更多的观光客来这里 来拍照打卡 我想他们应该会有一个 可以等候公车的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货车艇 所以我们就建议市府 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亮点 让更多的一个观光客 能够到这个景点 能够来打卡 能够行销我们基隆市 所以我们也期盼 这附近有更多这样子一个 公私协力来一起来打造 这些比较有特殊 这样内容的这样的一个货车艇 基隆市算是一个老旧学士 那我们都知道说公车艇 可以说都老太隆重 真的是老太隆重 那也谢谢我们的邱副市长 真的很用心 我发现他真的是做很多的 在这一年多来 对整个市政的一个推动 包括找钱 包括找一些企业任养 其实在整个种种 我看在眼里真的非常的感动 也让我们基隆市整个更活化了 我觉得真的是基隆市很需要这一块 真的很需要这一块 因为这个注入新的元素 也让我们基隆整个活络起来 谢谢副市长感恩您 虽然大家都来这边看着彩色屋 但是呢因为这个候车艇呢 会让他们更活泼 而且呢它也会成为一个打卡的景点 那这个地方呢 让大家更认识台序喔 不然其实我本来也不太清楚 所以非常的感谢 而且我知道它一定会把 正命运港更加的活络起来 那今天它这个是属于一个美式的一个复古 那也结合那个小猪拿着我们的吉古辣 那非常的有特色 那也欢迎民众能够再次的引起我们的西京的一个景点 那台序今年也已经快要60周年 然后我们在这里是想要呈现一个 缤纷色彩来呼应后面的彩色屋 我们也希望可以交到 或者是传递更多的肉品知识 所以才会放到这里有猪肉的部位 然后让大家在等车的时候可能不会无聊 然后认识一些猪肉知识这样 然后另外一边当然要融入那个基隆的在地风情特色 所以也放了一些基隆的名产进去这样 那希望大家在这里等公车 或者是来拍照来那个渔港 欣赏的时候也可以带一点新的感受回去 我觉得每一个经过这个地方的人 看到这样的光亮 他会感受到基隆的温暖 我们总说留一盏灯给夜归的人 那同样的我很希望 这个地方可以留一盏灯 给所有经过不管是基隆的人感受到回家的温暖 或是非基隆的人感受到基隆的关怀 而且是可以企业形象 我觉得也就是ESG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永续的一种手段 虽然它不直接去减碳 可是各位知道 如果有一个很漂亮的环境在这里的话 我会看这个风景 因为有水 因为有港 内港 所以它的倒影跟反射呢 我觉得比高雄更美 那我也期待说 游客来这边 不只是为了打卡做 跟彩色彩物拍照 而是能体会 西融市政府在企业合作 这一块其实真的 下了一份很大的心理 那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正兵港可以越来越好 背景就是人气景点 正兵色彩屋 这座特色候车亭的座位也有巧思 除了等车的座位之外 另一面还可以让游客坐下来赏景 揭幕这天就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拍照 相信未来也将成为 和平岛的特色打卡点之一 市府表示也将持续 攜手民间企业加入 任养候车亭的行列 共同来打造城市新意向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在疫情解封之后 外国的观光客持续来到台湾旅游 其中在正兵渔港色彩屋 到和平岛一带 最近出现了很多外国游客 非常开心的打卡拍照 体验基隆的海港魅力 画面上是正兵渔港色彩屋的港湾沿线 涌进了大批的外地游客 在这边拍照打卡 从口音上来辨别 很多都是外地游客 甚至有大多数是外国的观光客 大家对基隆的海港风光 都觉得相当有魅力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看到 我在网路 我在谷歌的有一个 是他们介绍 然后我的朋友也是来过去 拍起来是不是很漂亮 对对对是很漂亮 你觉得 就看很多人来想来 就这样 啊实际来之后 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就 还不错可以拍照 有很多人来拍照吗 有很多人来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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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借铁 借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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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来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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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开始改变 美化 对 因为市政府也有一个 政兵2.0的计划要推动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每一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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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良性循环 呃 我们 在本市 本市里面 这个和平道公园 算是我们基隆市一个 最好的一个公园 而且和平道公园的周遭 不止只有和平道公园 还有现在我们所站的这个 我们基隆市的一个彩色屋 我们往里面 还有一个 我们少数族群 原住民族群的原住民文化会馆 里面有一些文化的内涵的一个展示 甚至于顺着我们中正路 一直延续下去到我们的海客馆 经过现场的询问 许多外地游客 已经把这个地方当作必游景点 因为沿线有非常丰富的文化 与地质景观 非常推荐游客来这里半日游 走读在地的基隆海港文化 因为我们早年是以渔业为主 所以大家从花冬来 就是从事渔业捕鱼的一个工作 所以很多的原住民族群 就是互相告知 所以大家都一起到基隆来 从事渔业的一个工作 就是现在这个海民国宅 这叫七号部落 七号部落 这个是台东一个部落的名字 因为地势跟台东有点相像 所以就起名这个七号部落 应该阿美族在原乡都是靠近海岸 所以大部分都是从事渔猎的工作 所以捕鱼这一项可以说是他们为生的 这样的一个技巧 所以应该阿美族的 幾乎都是从事捕鱼的居多 从正宾渔港色彩屋到和平岛地质公园 串联到原住民文化会馆等廊带 可以说是基隆多元文化与产业的汇集点 展现独特的海港风华 值得大家深度的细细体会 基隆这个山海港城的独特故事 记者黄瑞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仁岸区成功一路加油站前的路口 车流量大又没有红绿灯 再加上夜间昏暗 因此议长通知委特地邀及市府相关单位 以及当地光华里里长陈世锋等人 办理会刊 将加强灯光照明及警告标志 提升路口安全 大小车辆车来车往又没有红绿灯 除了有画上绿底斑马线之外 行人过马路以及车辆执行或转弯 完全靠彼此里浪的默契和更多的运气 这里是仁岸区成功一路加油站前面路口 因为车流量大又没有红绿灯 再加上夜间昏暗 因此基隆市议会议长通知委 特地邀及市政府相关单位 以及当地光华里长陈世锋等人办理会刊 将加强灯光照明以及警告标志 来提升这个路口的交通安全 成功一路加油站旁边桥下的公园环境 我们长期陈世锋里长非常关心跟重视 那这一块呢 我们这几年整理了非常多的设施 也让人爱区的一个非常运动 重要的一个空间跟场域 那这通行的部分 我们桥下这一段 就在加油站旁 我们有民众跟里长反映 也跟我反映说我们这个灯光太昏暗 所以我们刚刚特别邀请公务处 公用科 来设置这个路灯 然后把周边的这个比较老旧的路灯 也提早来做更新 让民众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回家环境 那前面那段光华国宅那边 我们那个通行量很大 因为光华国宅有1200户 所以我们也要求交通处 来这个画上这个绿底的这个斑马线 让民众有更一个安全的回家道路 就是我们会整体来检视一下 我们周边的环境 不管是路灯还是路坪 或者是整个交通设施 耗制的改善 希望让这个社区 生活在思求无理的社区的民众 会感觉到安心 那我们每一位里长也都非常用心 我想非常谢谢大家 提供这个意见给我们 也谢谢市府的配合 而预定将在高架桥墩加装照明灯光 同时也加设警告标志 加油站前的路灯也将一并强化灯光照明 让这个路口夜间更光明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瞬间第三分局 基隆警友站第三办事处主任的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到八读所致赞红包 关心事发当天 另一名受伤六姓女员 指引恢复上班执勤的情况 以及视察强化防重的安全设施 在第三分局分局长同保贤 副分局长许耀宾以及八读所所长邓玉勋等 陪同下 身兼第三分局基隆警友站第三办事处主任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到八读所致赞红包 关心事发当天 另外一名受伤料姓女员警 恢复上班的情况 当天也有一位女警在现场 那她有受伤 那今天代表三分局 我们第三办事处来这边慰问 关心 那也借由今天这个机会 提醒我们警政署 关于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人民保姆 警察同仁的一个安危 就是包括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的执勤的 这个就是现场的整个氛围 这个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 不是说只有老百姓在保护 包括我们原警的一个安全措施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2月29号八读所苏信原警遭状 不幸殉职 后市伤葬费用大约80万元 全数在基隆市警察局警友会 理事长张敏斌 以及第三分局 基隆警友站第三办事处 主任杨秀玉以及顾问们 全力处理下圆满完成 也受到三分局由衷感谢 因为这次的商账费 那也有我 还有这个就是我们 警察自由会的张理事长 还有包括我们那个 那个就是 柯达饭店的柯董 有一起来针对这个商账费 一起来协助 那秀玉在这边 感谢我所有的这些顾问团 真的大家都默默的付出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所以他们也对这次商账费 有全力的支持 那在这里感谢他们 感谢我们第三办事处主任 蒂林 那我们本局巴陆所 来给我们相关同伦 慰问打气 那在这事件发生之后 一些商账 服务师 感谢我们理事长 还有主任 还有相关各界的鼎立帮忙 那我们巴陆所 相关设施设备 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已经都修复完毕 已经恢复常态性的勤务运作 这边再次感谢大家的协助 跟关心 杨秀玉也在现场了解 遭状整修后巴毒所的 各项设施复原 以及强化防撞的安全设施 希望让园警们执勤师更有保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祠云寺 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仲前来 慈云寺 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 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历史悠久 信仲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 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香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仲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仲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中山区最近出现了一面房地产的广告 上面竟然写着 小三也想要个家引起民众的反弹 开单广告的仲介公司表示 当初只是一个创意发想 没有想到引起大家的关注 承诺会尽快下架 就好像很少人会这样广告 那当然不好啊 那当然不好 怎么说 那么老了还包容小三 家里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老婆原谅他孩子也不一定原谅他 頭大的几个字引起了民众热议 正凡两集都有 原来这一块看板 就位在金融市中和复兴入口房地产广告 附近有许多小学 家长担心小朋友看了会教坏小孩 虽然有点诙谐喔 但是对于家庭观念来讲 好像又有点不良的示范 所以呢 这个上面也写 阿公包養小三 那这样都不会顾虑阿嬷的感受吗 所以 其实有一些民众看到以后呢 就會纷纷向我反映 那今天我也会来跟環保局 以及有关单位 贴上这样的标语 那造成大家观感上的这个不一 看法不一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是希望環保局或者是我们市政府 能够来跟业者 再来沟通看看 因为当初这个发想 其实是我们就是突发异想的 那只是想说博君一笑 那也受到很多朋友 家人啊客户的关注跟关心 那我们并不希望说造成社会的观感 所以我们也会在近期就是广告的部分 会做下架 为了民众有机会认识海女文化及相关的故事 海科馆展开一系列的探索海女与海藻文化的活动 另外还推出了海藻星座 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来自日本的文化人类学博士藤川美袋子 打破大众对日本韩国才有的海女印象 特别研究台湾 在早知道活动中 分享台日韩海女与海藻相关的研究 我今天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曾经做过的台湾东北角海女生活 与海藻文化的部分 台湾是海女的蓝妈妈指出更加认识不同种类的海藻 很感谢海科馆举办这个藻类 其实我也是巴多子的海女 那你现在看这个藻类这么多种 它的功用 像我做石纯 石花洞变了很多 很多样的冰品 所以今天我来认识的更多 很感谢举办这个 就是串联东北角的海洋相关议题 海科馆特别举办早知道系列活动 更欢迎大家来走走感受海洋的魅力 海科馆所在的巴多子这个区块 有关的海女的文化 能够跟供僚那边的 一样是海洋文化这种议题 能够在这边得到交换 现在三月 海科馆旁边的朝经海湾 就会看到很漂亮的绿色的藻 开始慢慢繁衍出来 很希望各位观众有空就到海边走走 浩发在东春两季的海藻种类众多 海科馆教育中心还特别结合星座 带大家用不同的面向认识藻类 藻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跟我们大家息息相关 那其实在某些藻的生物的特性上面 它其实也跟人的本质上 其实是有关联的 所以当时候我们在设计这样的一个藻卡 跟十二星座的结合的同时 我们就试着去取用的 不同的藻的生物特性 跟人的星座上面的特性 去做一些结合 那比如说我现在拿到的松枣 松枣其实它是一个像海绵一样 组织的结构的枣 然后直挺挺地站在海水里面 这样子立起来 然后为什么它会像是一个摩羯座的特性呢 因为摩羯座就是很固执 很顽固的一个星座 所以你要去把这个枣给拆解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特性 所以把摩羯座跟松枣合定在一起 那其他的某些枣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 像我们看到的那个绝枣 我们选了两个 就是因为绝枣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外型 还有像双子这样的一个星座 它们有不同的个人的特质 所以有时候会不表现出来 所以这也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这样的结合 那其他枣大概都有类似的情况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跟游客之间产生一个互动 让游客会更清楚认识这些枣的存在 然后也喜欢它们 就是要更接近大众 海科馆还特别邀请 荣获2016美国金勋奖章的导演吴慧君 带来清清海洋的影片首席 全台湾的一个海女的一个装扮 当然有所不一样 那我们的东北角的海女主要是用这个 自己做的一个伸缩部的一个头罩 还有就是人工做的一个挖镜 那也有所谓的精衣 那另外他们的一个这个 这个 财补的这个网子 也是他们自己做的 这个是原先的鱼网 然后另外特制弄一个这个 用一般的电线把它整个缠绕起来 吃花菜就直接从下面卸下来这样子 那也希望说政府可以重视到说 我们海女这一块 因为台湾目前还没有申请 台湾自己本身的无形文化资产 那我们希望说能借有这一次的机会 也感谢我们那个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一个协助 透过导演吴慧君女士的视角 了解东北角的人文聚弱 滨海学校的海洋教育 在地的环境及产业 让对海洋文化和海藻有兴趣的民众 收获满满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